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坐通常会手脚发麻 感觉经络堵塞 打坐经常会半梦半醒 使人陷入昏尘 有人说打坐重在手翘 或百惠 或眉间 或淡中 或气海 或命门 或涌泉 要手到气宁承担才成 可结果单眉结成 反倒出现血压升高 雄闷气节 血淋崩漏 阳抗宜经等诸多难治之症 有人说自己心思太乱 杂念太多 忧虑烦恼 营绕于心 打坐只是想图个静心安神 我说打坐恐怕帮不了你 如果你睁眼的时候心乱如麻 闭上眼睛盘腿一坐 也一样如麻心乱 有人说打坐的时候我心里默念一手丹田 注意呼吸 渐渐的我不就守住了 如果一个人你不爱他 却在心里说 我应该爱他 他这里好 那里好 值得我爱 你就真爱他了 开始学车的时候 教练会提醒我们精神集中 身体放松 很多学员边开车边心里默念着精神集中 身体放松 可四肢僵硬地像一根棍 睁着眼睛把车往沟里开 但是如果你真心地爱一个人 似乎不需要再提醒自己 他哪里好 哪里值得你爱 或许在别人眼里他一钱不值 可你却仍为他痴狂 时时牵挂 同样 当我们学会开车以后 我们即使听着音乐 聊着天 打着电话 精神仍然是集中的 有人说 那打坐可不可以入镜呢 这就像有人问 你的手势盒用来装什么 我说装手势 其实打坐就像手势盒 它原本是用来装镜的 但如果你没有镜 那么装在里面的 或许就是个爬动的小虫了 但是你若有镜 你又不必总把它装在手势盒里 可以随身带在身上 无处不镜 当然如果你已经有了名贵的手势 我们还是应该给他找个好的手势盒 打坐就是这个手势盒 它是用来装镜的 如果您能够很快入镜再去打坐 那么才会有进一步的感悟 其实 你首先要知道镜是什么 我们为何要去寻求它呢 镜不是让你默不作声 闭目色听 而是让你意念集中 精神投入 以达到忘我的境界 为什么要镜呢 因为镜可以给我们无比巨大的力量 令我们身心合一 它连通了自然之力 这种力量无坚不摧 无疾不除 它不损耗我们身体的能量 还发掘出我们固有的源源不断的潜能 其实如果你打坐是为了入镜 那么对于心里很乱的人来说 就不要选择打坐 不要试图让一个多动症的孩子 手放背后坐直 那样根本无济于事 有很多人肝活很旺 脾气很急 就更不适宜在那里一手丹田 越守火气越旺 无处宣泄 在机体里四处乱撞 造成脏腹功能紊乱 这种人要选择动中求静的运动 最好是那种有些对抗性的运动 要知道只有动中静 乱中静 才是真的清静 还有书法家在尽情泼墨的时候 眼前哪里含有书暗指宴 完全是天马行空 情随意转 钢琴大师的即兴弹奏 更是人情合一 心悦共鸣 今天为大家分享三种打坐中 让自己入镜的方法 看看哪一种最适合你 第一种 念佛法 念佛能让自己的心逐渐地静下来 佛号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威力 可以清除人的猪般烦恼 念佛的形式也是对佛 虔诚正信的一种表现 如果坚持念佛 其效果更加显著 还没有习惯念佛的人 在刚开始的时候要念出声音 这个念诵既念且听 能够断除周围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让自己达到心无旁骛 当能够做到心无旁骛的时候 再在打坐中念诵效果会更加好 真正去打坐时 口言都需要闭合 所以需要在心中默念 做好后眼睛一闭就要开始念佛 在打坐中念佛最好 能念到似念非念 非念而念的效果最好 当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心中的妄念会一扫而空 澄澈清净 第二种属息法 属息也能让自己在打坐时 达到一心没有杂念 打坐时最开始要加重自己的呼吸 让自己的心念更加的专注 不着于外物 当心态逐渐清静下来之后 呼吸就逐渐的开始绵长 鼠息是最容易进入定中的 但是同时也容易让人在打坐时入睡 所以越是呼吸绵长 越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要让自己沉睡过去 因为呼吸本身就带有修身的效果 所以打坐时鼠息除了可以帮助自己入静 也能调理身体的各种问题 不过如果以鼠息法入静 一定要在打坐时保持身体各部位的姿势正确 同时要保持放松 这样才能让能量在身体各处畅顺流通 如果习惯了鼠息 当自己能达到入静的时候 就无需去刻意鼠息了 过分地关注自己的呼吸 反而又会让自己的心沉迷于自己的呼吸当中去 达不到入静的目的 最好的鼠息状态是四鼠非鼠 心态清静 一念在呼吸上又似乎没有关注在呼吸上 这就叫做微妙呼吸 第三种方法 内观法 所谓的内观就是集中自己的思想念头 做到眼观鼻 鼻观心 心观丹田 因为我们平时的想法都是向外发散的 一旦遇到什么事很容易去想别人如何 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等等 打坐中内观就是要把自己外散的那些心念收回来 不去向外发散 在道家这种方法叫做设心 也就是收设自己的心神 很多人讲养心 其实内观就是最好的养心 当自己的心神都收回来的时候 自己的心才能真正做到不为外物所扰 时间长了 不但打坐能很快入静 也能在打坐中逐渐进入入定的状态 习惯了内观后各种杂念就很难进入头脑中了 但是要达到这一步 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平时也要使用这种方式 心念不要落在别人那里 这样就能让自己在打坐中更快进入入静状态 其实专注就是入静 入静并不是入空去追求虚无 而是不用心力 没有阻碍 就像是一个圆润的玻璃球 将它投在光滑的冰面上 靠始发的推动力一直滚下去 没有摩擦也就没有损耗 当你放弃人为力量的介入 内心的自然之力便会显现出来 有人打坐想追求开天幕 希望能看到神佛的形象或听到天外之音 想做一个通灵的人 结果灵媒通成 却走火入魔成了妄想狂 一旦如此 想再回到正常的心态就非常之难了 所以在练习打坐之前一定要先读读金刚经 上面有四句话 就像是套在孙行者头上的金箍 不让人起心源一马的妄念 那正是佛对孙悟空的师父须菩提祖师说的 若以色见我 以声音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得见如来 可现在的人却偏向邪道行 有困难要上 没有困难 创造困难也要上 很多人对金刚经不懈去读 却忙着追求特异神功 岂不知 平常心事道 越是离奇怪诞的东西 离道越远 你有一千个杂念 便有一千个幻影相随 你的经历便有一千个人为的损耗 但如果你一念清静 真实的全貌就尽显在你的眼前了 当你不再搅动浑水的时候 却发现它反而清澈见底了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吧